大家好,我是索菲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给这颗鱼骨令剑 分盆 它为什么叫鱼骨令剑呢 因为它长的叶子非常像鱼骨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边一共有五颗 发了很多新的芽 它们在一个小盆子里 所以很挤 那么要给它们分开来种植 这盆里装的是普通的potting soy 鱼骨令剑它跟令剑核花是同一类型的 所以它都需要这个土质疏松 那么我给它加一些花生壳 和鸡蛋壳 这些都是已经消毒了的花生壳和鸡蛋壳 放在烤箱里头消毒 洗干净以后消毒 花生壳呢 它就不可以带有咸味儿的 鸡蛋壳呢 一定要把里头的蛋液给洗干净 放在烤箱呢 烤十分钟左右 它们就可以消毒了 而且变脆了 就很容易给它捏碎 现在我就把它用手给它捏碎就好了 摻在这个泥土中 花生壳一定要记住里边不能带有花生 如果有花生呢 它就会长出这个霉出来 它发霉了 就会影响植物的根系的生长 就会烂根 所以千万记住 不要把花生给放进去 只要这个壳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们这样搅拌一下 把花生壳和鸡蛋壳和这个泥土呢 搅拌均匀 花生壳和鸡蛋壳呢 本身它有一定的营养成分 跟这个泥土搅拌一起 它可以让这个植物生长得更好 又可以疏松泥土 我这个是种兰花的这个花盆 我在下面呢放一些呢 这个泡沫塑料 碾碎了的泡沫塑料 放在下面 挡住一下这个泥土 泥土的不会那么容易就漏下去 而且下面放了它以后 这个根部呢 就不容易储存水 就不会把那个水 凹在根部 就不容易烂 先放一些 少少少先放一些泥土 然后把这个取出来 看这个这么小一盆里头 种了五颗 这样子把它抓紧了以后 慢慢的给它拔出来 现在把它们分开来 根长得很好 好嘞 五颗都分开了 然后把它在中间固定好 然后给它周围填上泥土 然后用这个手把这个周围泥土给压死 尽量把它种在这里 这个花盆的中间就好看美观 然后这样拍一下 这个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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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盆就种好了 同样的方法 再种第二盆 也是下面放一些泡沫塑料 垫在底下 放上一些泥土 然后放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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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就是不要搞断他刚刚发出来的芽 把这周围用手指这样压下去以后 它就固定了就能固定在中间 然后再给它填满泥土 同样的方法也是 撕给下面放上去 这个比较大 固定的 这些草养有什么? 同样的,东西 这个一天一天 蒜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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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鑽子 这个鱼骨令件呢 种那个吊篮盆里头也很好看 只是我这里没有很多地方可以把它吊起来 所以呢还是给它种在这样花盆里头 然后倒是看看怎么样 再给它再换盆 它再发多一点 长大一点 再给它换盆 现在五盆都种好了 给它们淋一些水 先不要给它们撕肥 过一两个礼拜再给它们撕肥 现在只是淋一些清水就好了 让它的根固定一下 再给它撕肥 淋了水以后给它们放到有散色光的地方 然后等到天气暖和的时候可以放到户外去 让它们在户外生长 会长得更快一些 再给它们放到天气暖和弹底 再放到天气暖和弹底 再放到天气暖和弹底 再放到天气暖和弹底